留在家最舒服 看TVB上網打機, 真棒 享受冷氣吸塵, 這樣做家務很爽 怎麼突然全都黑了? 我怕黑了, 什麼事? 你是不是沒有交電費? 交了, 臭小子 難道大廈維修停電? 沒通知, 現在黑媽媽很怕 找誰幫忙 不用怕, 跳了Fuja, 檢查電箱 沒事了 找你來就好了 你這個朋友? 他就是收窄達人 燈, 燈 澤Sir是收你住宅的專家 家裡有什麼奇難雜證 有他幫忙, 一定能做得到 家裡跳Fuja 配電箱通常放在廚房 或者舊樓在大門的後面 找到它也沒用了 你看裡面有這麼多按鈕 誰知道誰打誰 別讓客人來, 其實很簡單 一說你就明白 配電箱裡應該清楚 每一個開關, 管哪一條路線 有跳Fuja才有三個原因 有過載、漏電和短路 過載的情況發生 可能一個插頭 像廚房的例子 你可以插著雪櫃 同時插洗衣機入微波爐 同一時間開始的時候 電量不夠支援它的時候 它就會調製 短路的情況發生 就是在電器裡面兩條線搭載 亦有可能是在裝修的時候 轉牆下去燒 轉斷了電線 這樣就會變成短路 第三樣是在說漏電 這個叫做漏電短路器 當漏電情況發生 所以就會跳 這個按鈕 是為了保護你的生命安全 如果萬一家真的跳鍵, 怎麼辦 不用怕, 打開它 看看究竟發生什麼事 所以就是跳了的話 試試, 再打上去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你將家裡所有電器 其他東西全部拔掉 再嘗試再打上去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代表線路可能發生了問題 就有一個專業的電工師傅 上來幫你看看 給大家一些提示 家裡要常備小電筒 還要記得放在哪裡 萬一跳Fuja都可以用…